1604集 心中又接连吐了两次 也将肚子里内施心铜吐了个干干净净 看着地上宛如盘旋着 足足有三四厘米长的黑色硬颗虫子 心中一时间也不由头皮发麻 他们一开始吞服的时候 只是一些裹在糖碗里的虫卵 所以才吞下去的 如果他们是这些扭动的长条成虫的话 拿刀逼着他 他也吞不下去 怎么 现在知道怕了 林语似乎看出了心中神色的胆怯 淡淡笑了一下 那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听到林语这话行中 脸上瞬间一沉吃笑一声 摆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昂首说道 别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就是知道 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成王败寇 既然落在你手里了 我自然就没想过活 要杀要剐 习听尊便 既然他和傅伟以及史少春 能够被灵霄派过来 自然是深受灵霄和万修的信任 所以在被抓之后 轻而易举的妥协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 他们来之前 早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更何况 他知道林语竟然这么问 那就代表着 他师弟史少春死之前 都什么也没有透露 他又岂会连自己的师弟都不如呢 林语也早就料到了 他不会说 轻轻地叹口气 你这个人啊 可真是不知道感恩 我把你体内的摄人虫子 逼了出来救你出苦海 结果 你就这么报答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行中则是冷冷地 扫了林语一眼 痴笑一声 你们君情处那点伎俩 我还不知道吗 落在你手里 我根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还不如让这虫子 把我的心肺钻烂来得痛快 我不知道林语怎么跟你说 我和君情处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对你这种小人物 根本不感兴趣 我要抓的是林语和万修 只要你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 我可以放了你 林语站直了身子 神色凛然地冲行中说道 你放心 身为君情处的引领 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绝不实验 她的声音浑厚温和 让人听来 不有感觉 十分地可信可靠 行中微微一睁 抬头望向林语 似乎略有迟疑 接着她冷笑一声 你把我行中当什么人了 有种你就杀了我 老子我要是皱一下眉 我就是你养的 这种事就不必发了 而且我也不想要你这么大的儿子 显得我太老 我这个人耐心是有限的 既然你敬酒不吃 非得要吃罚酒 那我就成全你 我能够把这食心虫 从你的体内逼出来 免除你催心抛肝的痛苦 同样 我也能够将这种痛苦 细数奉还给你 听到林语这话 行中脸上不由 闪过了一丝惊恐 望着地上不停扭曲 游动的食心虫 她咕咚一下 咽了口唾沫 接着咬牙说道 你 你就是把他们全 塞回我肚子里 我也不怕 不用那么麻烦 我 这一根事骨针所带来的疼痛 并不比食心虫低 林语之所以如此自信 能够逼出行中嘴里的话 就是因为这事骨针法 只要这一针下去 行中就算是铁汉 硬汉 也得开口求饶 行中看到林语手中吟针之后 先是一愣 接着昂头哈哈大笑 极其不屑地说道 哈哈哈哈 老子还以为你要使出什么惊人的手段呢 原来不过是根绣花针来 别只扎一根 多扎几根 老子成全你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嘛 因为他从没有接触过这种事骨针 所以此时他并没有把林语手中的银针放在眼里 对于他这种不懂医道的人而言 银针就是一个治病的工具 所以所能带来的痛苦 宛如毛毛雨一般不值一提 好 好吗 那我多给你来几针好了 林语顿时有一些被他气笑了 他点点头 同时又摸出几根银针 也打算好好地让心中体验体验 何谓痛不欲生 不过就在林语俯身要失真的刹那 他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 他掏出电话一看见是不成打来的 不由有一些意外 急忙接了起来 喂 布大哥 抓到傅伟了吗 没抓到 但是我们找到他了 电话那头不成 低沉着声音说道 林语顿时面色一喜 刚要开口 不过立马察觉到不对劲 怀疑说道 找到了 但是没抓到 这是什么意思 话音一落 未等不成回答林语的自己 心里面先咯噔一下 似乎他意识到了什么不妙 布大哥 他该不会是 死了吧 坐在地上的行中 听到林语这话 顿时面色也猛地大变 知道林语说的应该是傅伟 睁大了眼睛 满眼仇恨地瞪着他 不是 他没事 不成 则是沉生说道 我们找到他之后 一路追了过来 但是我们跟他 隔的距离较远 已是没控制住他 被他抓住机会 潜入一户人家中 劫持了几个人质 劫持了人质 林语文生 眉头猛地一蹴 顿时神情担忧 行中听到林语这话 顿时昂头哈哈大笑起来 得意不已 毕业无大哥 看好他 林语回身扫了行中一眼 冲毕业无吩咐一声 接着快步走到了一旁 急声冲电话那头 不成喝道 布大哥 到底劫持了几个人质 三四个吧 他潜入了一家住户之后 屋里正好有人 便全部被他挟持住了 我们怕他伤害屋里的人 也不敢贸然靠近 也不太清楚 屋里的具体情况 不过通过哭喊声 可以听出来 屋子里至少有三个人 其中还有一个孩子 林语眉头紧促 沉声问道 那他说什么了没有 要怎么才可放人 他要我们 把他的师兄行中 带过去做交换 电话那头 不成迟疑说道 而且他只说 给我们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十分钟之后 见不到他师兄 他就把屋子里的人 全都杀了 然后再自杀 林语的面色猛然一沉 双眼中顿时 闪过了一次寒光 拳头捏得个巴作响 满脸愤怒 回身望了一眼 坐在地上的行中 何家容 我没猜错的话 我师弟让我带你去见他吧 行中则是昂头大笑 他冲着林语说道 凭借着他对副委的了解 他一猜便猜中电话的内容 见林语没说话 行中笑得更加猖狂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这下你可杀不了我了 先生我们怎么办 电话那头不成见林语没说话 立刻低声说道 距离副委给的时间 已经过去三分钟了 林语沉着脸没说话 扫了一眼一旁的行中 眉眼间带着一次迟疑 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不过很快神色一灵 他做出决定冷声说道 告诉他 我们答应他的条件 让他千万不要伤害人质 我这就把行中带过去 本集结束了 拜拜